接下来说明准确度和解释之间的取舍或是权衡 那在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 在分类而言,这个是Cart Cart,Blyman说的在解释性上 这个数是有A加,是非常好的意思 是来自于统计modeling的这篇文章里面 这篇文章非常有趣 这篇文章描述说我们传统的这种 透过数学模型来建立统计学模型 第二种是资料导向的 那他觉得说应该是 现在因为资料量很多 所以我们要转向第二种 强调第二种的重要性 但是Cart有个缺点 他基本上没有达到最先进的准确度 解释性好,但是准确度不够 最好的准确度是随机森林 还有T度提升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解释性是F 也就是说随机森林有100棵树 然后大家100棵树来投票表决 比如说哪一个的输出结果是最多的 但是你怎么解释100棵树呢 就是他的规则 切割的规则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切第一个特征 有时候缺第二个特征 那基本上呢 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资料 是来自叫Banknote 这是银行的这个资料的所谓的这个 验证正确性 然后资料是来自UCI 然后这个两个的训练这个误差都很低 那第一个呢 是用所谓的这个Hyperplane 就是你切割是斜的 这边有一共有四个特征 那你深度为2 你的这个训练误差就可以千分之五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你平行的切割 但是你的深度呢 却来到了五成 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强调的 到底你是要解释性 还是说这个是解释性 当然是比较好 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四个特征 要来合并在一起解释是比较难的 但是呢 你在解释上面这个时候 你却只需要两成就好了 但是这边呢 却需要五成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要看你的应用而言 看哪一个呢 对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应用的这个情境呢 是比较比较容易理解的 比较具有物理意涵的 搞不好是第二种比较有物理意涵 对不对 有时候呢搞不好 这个这样子如果 在某种情境底下 搞不好这样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这个状况之间的合并 产生某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基本上 还是要看你的使用情境而言 然后